首先,烏克兰对俄罗斯本土发动攻击 最近,比较多是针对俄罗斯一些军用机场 即是他们一些军事基地和集击的情况 在俄罗斯,他们有多流行 无论是军用基地和有时是民用基地 都是分享一起使用的情况 所以,今次,我们看到烏克兰 他当时襲击有5-6个地方 如果大家还记得,当时的攻势 其中打一变,就是普斯科夫 普斯科夫,今次因为打中了 起码有2架伊流新着火 后来就说有4架选坏,后来又多些 现在,真的越说越多 又说到现在受攻击的情况 究竟,之前除了摧毁2架之外 最后是将其他伊流新 令了多少架有损坏 现在还说7架 7架伊流新76的飞机受损 2加7架,即是9架 9架 这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 你想想 由8月30日,当时襲击普斯科夫 襲击他们的战略机场 其实都已经像擠牙膏 小小小小小的消息 当时就一直滲出来 慢慢去给大家知道 多很多东西 当时就说有2架飞机 是彻底摧毁 是total loss 还有2架是可能受损 为什么会弄成这样 因为当时去做 我们说的杀伤链的最后一环 就是去评估战果的时候 当时那边的天气就一样 即是能见度不好 比较多云 能见度受损情况之下 就无法即时 在当地检测到战果 所以当时的评估 比较复杂些 但是去到今天 我相信 就过了2-3天 报道现在就越来越清楚了 说到除了那4架飞机 还有另外 Extra 有5架飞机 当时就没有特别去留意 似乎 都是有一个牵连的破坏出现了 所以今次 最终受损的飞机的数量 就大幅增加 原本我们昨天和大家 去做那个分析都说 由4架可能已经变成6架 原来是9架 那真是整件事 你真是越来越估计不到 那9架呢 大家把数字给大家看 红色那2架 那应该 大家都见到 红色那2架 应该是 木倒 就已经是大肆被破坏的了 另外呢 有橙色框 就是现在的情况 就是受损 那些情况 那黄色也挖住了 那些就 有受损 但是未知受损的情况 去到哪一处 那些情况是这样的 那当然 另一个问题 就是 9架的轰炸机 或者我们叫做运输机 也不是轰炸机 它们造成伤害 当然也是一件大新闻 但是大家也开始想 就是 是用什么无人机去做出来呢 这件事 有好几种的说法 其中一个 首先 应该跟导弹的无关 因为大家都会想 就是 如果你射7-8公里 是不是导弹的攻击呢 如果是导弹攻击呢 现在的乌克兰 都未必没有导弹 导弹发射的能力 就是之前我们说过 这一架 叫做SIM 它叫做一个比较新的弹度导弹 但就之前有做过测试 有去过沙特阿拉伯的航展 去做展示过 但是 那时的展示也是模型 实际去试 就说在2018年有做过测试 但是 因为乌克兰没有太多钱 财政上不容许它 不停做测试修正 竟然之后就出产 然后就量产那支导弹 最后都做不到 你说会不会现在收到 很多北约国际援助的钱 接着他们的军工 有了相关的资源 最后可以突出出来呢 我又不可以排除这个可能 不过 那个可能性不是太高 当然还有其他说法 就是无人机 无人机呢 当然无人机你飞到这么远 那是一架什么无人机呢 应该都是属于 乌克兰自己国产的无人机 这个也有个可能性 另外也有些可能性 就是说是否在附近的国家发射 例如你如果打到这么近波罗的海 那些国家 其实你是否在说 由波罗的海那边发射过来呢 这个说法 罩眼听上去 就好像没什么北 因为你真的事实上游 波罗的海飞过来 就真的近过乌克兰飞过来 对吧 都未必说不行 不过似乎 暂时都没有一个很大的证据 他就说是来自立陶宛 来自拉迪维亚 因为如果在这些地方起飞过来攻击 其实都是牵涉到北约国家参与战争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说波罗的海三国 不够胆大妄为做这件事 又未去通知美国英国的情况之下 我个人认为又不会胆大妄为 所以这个说法都应该被排除 剩余一个说法 就是用无人机 可能在附近的地点进行发射 例如可能在俄罗斯本土 就用无人机进行这个攻击 这个也是很夸张的说法 因为你所说是需要有 乌克兰的 例如一些游击队 或者你说是一些特种部队 就要他们潜入来 然后就要在一些特定的地方 然后就开始去组织 然后就去组装无人机 然后就要出发攻击 然后你又要做一个很好的计划 计划 你要在敌国内做这么多东西 又不让对方的情报人员咬住 就很困难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个形式也是有点疯狂的 因为如果这样 上次有两架轰炸机 我们说是图22M3被攻击 那是否真的又是在俄罗斯境内发动 如果是呢 我只能够说真的实在太瘋狂了 但是这么说 如果你说真的要在俄罗斯境内 组装这些无人机 你应该又要找些什么 或者级别的无人机 你才可以做到神不知 鬼不觉呢 于是大家又在想 应该是要找一些比较小型的 找一些小型的 而且最重要就是不觉眼 不过问题就是 就算你做到很小型 那你又如何去逃避 雷达的追踪呢? 这个时候